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王一中临床心理师 在我超过两千场的演讲当中 其实对于我来说 最难诠释 最难跟现场的老师 以及家长的说明的 其实就是学习障碍 这群孩子 在班上 有一群孩子 他们问题总是非常的隐性 然而对于老师 以及爸妈来讲 却很明确的会看到他们的 学习表现 学习问题 学习低成就 常常这些孩子 总是被老师 被爸妈 不断的批评 指责 谩骂 纠正 你再给我认真一点 如果你再不用心 后果你就自己负责 我们总是认为 这些孩子不认真 不专心 但是 对于这群孩子来说 无论他是在 阅读上出现障碍 数学上出现障碍 数学上出现障碍 这一群孩子 他们本身 在智能上 其实是在一个水准以上的 我也非常认真的 我也非常努力了 但是我也非常非常的挫折 为什么对其他同学来讲 这么容易就可以阅读 朗读的这些文字 但是对我来讲 就如同会浮动 会跳舞 上下颠倒 左右相反 的这些文字 很辛苦 很辛苦 读了我的注意 我的记忆 我的理解 我的一些推理 以及知识动作等 为什么我总是出现 为什么我总是出现这么大的困难 今天选了 但是到明天 我可又忘了 这群孩子 总是被错误的期待 总是被赋予一些 他们达不到的一个目标 以及他们达不到的一个程度 在这当中 透过这本书 我希望让 爸爸妈妈以及老师们 可以更加了解 有一群在神经心理功能异常的孩子 他们的 无能为力 他们的不知所措 他们期待 一个被合理的了解 曾经有一个孩子形容 他就如同掉入深渊里面 想爬 想跳 其实 爬不出来 跳不出来 同时在深渊里面 他不断的呐喊 事实上只有他 自己听得见 但是周围的人 可能都无视这样子的存在 希望透过 《学习障碍》这本书 能够让读者们 可以更容易的 了解我们身旁这一群 长期被忽略 忽视的孩子们